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一小节我们来讲一下开发环境的搭建 开发环境我们主要是需要一台Linux的机器 这台机器可以装一台物理机 也可以装一台虚拟机 那么我比较建议大家装一台虚拟机 因为这样呢 不会影响我们那个电脑的使用 虚拟机的怎么装怎么安装 大家可以上网去查用文档 我们就不在这里讲了 装起来也不难 就是和平时装操作系统差不多 只需要进行一点点额外的配置 那么装好虚拟机以后 最主要的就是配置网络环境 让这台Linux装好的Linux虚拟机 能够和外界的这种电脑网络相联系 虚拟机装好以后呢 它会创建几个虚拟网卡 用于分别用于不同的这种连接模式 一种模式是这种地址转换模式 一般使用的是8号虚拟网卡 那么通过这种地址转换方式 能够让虚拟机和本机 它不在同一个网端内 另一种模式呢 叫桥接模式 桥接模式呢 它能够让虚拟机和本机 在同一个网端内 还有一种模式叫host only模式 这种模式的话 就只能在虚拟机和本机之间 实现互访 外部的机器是不能访问这台虚拟机的 我这台虚拟机装好以后 我是选择的桥接模式 桥接模式 也就是本机和虚拟机 在同一个网端内 那么我再把启动时连接 这个选项勾上 那这个虚拟机的网络配置 就配置好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其实我这台机器 已经装好了 装好了 已经启动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IP地址配置 在ECT下面 有个network模式 这个里边 IP地址配的interface里边 看一下 好 这个0号网口 我们配置它的这个 IP地址获取方式为静态IP 它的IP地址是192.168.3.108 默认网关192.168.3.1 这个我们配好了 配好了 实际上已经生效了 那我们来看这台机器 能否访问默认网关 先来拼一下默认网关 192.168.3.1 到默认网关是通的 那么我们再从 外部机器上拼一下 这个Linux机 看能不能通 拼一下 192.168.3.108 OK 这个也通了 好 说明我们这台Linux机器 网络已经配置正常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编译环境和自动编译工具 编译器呢 就是我们C语言的编译器就可以了 CC 自动编译工具叫automate 这个大家也请上网查阅资料 我们在这里就不讲了 那么这两个工具的话 如果在Ubuntu下 我装的是一台Ubuntu的Linux系统 如果在Ubuntu下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命令 就可以安装 就apt-get install 它位于一个叫 Build Essential的包下 我在Ubuntu下的话 可以通过这个命令 就把那个编译器和自动编译工具 都全部装上 当然我这台机器已经装了 我就不运行这个命令 好 装好以后 装好以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编译 这个是我当下的一份代码 我下载了这个Monkey的代码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编译 自动编译 编译之前呢 首先会去执行这个configure 或者它生成这个脚本来生成 Macfile 我们执行一下 好 执行就生成成功了 现在那么自动编译工具 已经帮我们生成了一个Macfile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一些提示信息 这个二进制文件 位于bin这个目楼下边 就是Monkey的 配置文件 位于这个目楼下边 好 我们的数据文件 位于htdocs 其他一些logger 好 我们来进行一个编译 我们执行 消除Macfile 好 编译已经完成了 那么我们刚才 根据刚才这个提示的话 就可以知道 它编译的结果 是放在bin这个目楼下 我们进入到bin几下 看一下 这个里边三个可执行文件 那么我们运行Monkey 我们运行Monkey 就可以启动这个http的服务器 这个出错了 它提示我们已经在运行 那么我刚才已经运行了一个Monkey 那么我们先来把这个Monkey进程给杀掉 我们先把这个进程给杀掉 再来看一下这个进程是否被杀掉 好 现在已经被杀掉了 我们重新运行Monkey 它就提示我们监听的是2001端口 好 我们在浏览器里面访问一下这个 192.168.3.108的2001端口 OK 这个就是Monkey的主页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